早安台湾 刘碧荣时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时间早晨7点05分20秒了 我们在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里面 当然赶快跟大家连线的是 东吴大学政治系的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为我们解说重要的国际新闻外电 老师您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谢谢老师一早跟我们连线 我们今天首先锁定全球都瞩目的大事 在平昌冬奥之后 南韩的特使团最近到北韩去访问 那么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热烈欢迎 还释出了善意 那么在昨天的新闻 我们看到这样非常震撼的消息 就是南北韩已经同意在四月 在百门店要举行高峰会 另外金正恩还说愿意跟美国对话 把这个无核化 就是没有核武的这样一个议题 来列入两国的会议 好 老师 这个演变可以说是多年来 有关于两韩情势最大的进展 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呢 对 这事也是当然讲的很对 大家都觉得非常惊讶 南韩本来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其实这来龙去脉最早的时候呢 就是今年元旦的时候呢 金正恩就是发表讲话说 愿意参加品尝冬奥 那冬奥呢 这已经是一个例外了 然后他不是派他妹妹来吗 他妹妹到这个品尝冬奥 品尝冬奥呢 然后就表示希望能够跟那个 希望文在燕能够跟这个金正恩峰会 然后北韩 北韩呢 那么然后呢 南韩呢就派了这个 就是派了这个特使团 特使团呢到北韩去 北韩去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结果这次 结果金正恩呢 他是非常的笑脸公式 而且他的整个和平的这个外交啊 让南韩也来个完全措手不及 所以南韩的代表团呢 是第一个被邀请到 他劳动党总部 金正恩办公室呢 跟他去对话的 对话的 然后在讲话的时候呢 那么当然南韩呢 你看北韩这个美国呀 本来四月就要进行联合演习 联合演习呢 那么本来好不容易平常冬奥 好像似乎有一点 两韩就有一点和解 和解呢南韩就是很担心 如果说这个在进行联合演习的时候呢 北韩一向又翻脸了 那这个你看 你看本来大家也觉得 北韩的这个平常冬奥的和解 不会维持太久 因为马上就要演习 用什么的 北韩一翻脸 不是前面就跟平常冬奥 就传过水无痕吗 就没想到金正恩呢 他表示能够接受 这个事情我能够理解 能够接受 接受呢就希望说 当这个朝鲜办法情势 逐渐改善的时候呢 那也许你们的做法会改变 那这一次你放心 我不会因为这次跟你翻脸 而这个南韩就吓一跳了 金正恩居然是这么样的一个温和 然后呢 那么请他们晚宴 晚宴时候呢 这也是第一次 有北韩的这个领导人呢 把她的第一夫人介绍出来 李学祖介绍出来 给在座的人看 这是他太太 这也是完全是西方的这样的一个 开放的一个作风 然后他就表示呢 不但是跟这个南韩 文在寅举行高峰会议 他跟着说呢 他愿意跟美国来谈 美国来谈呢 那么谈甚至建交啊 谈他的这个核子武器啊 以前北韩的做法是 核子武器是完全不能谈的 那现在可以谈啊 现在可以谈 那现在可以谈就是说 只要朝鲜半岛的安全威胁减少了 只要呢 我的威胁减少了 安全得以保障 核子武器事实上 也不必然一定要 所以他可以考虑说 他的契核呢 或者是废核呢 那甚至他就表示说 在进行对话的时候呢 所有的核爆啦 非一弹的试射呢 都可以暂停 然后讲完之后啊 然后你看他这个会议结束之后 他亲自送这个南韩代表团出去 然后笑脸盈盈 挥手道别 一个34岁的一个独裁者 把一群老人玩的团团转 每个人都要看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怎么一回事 总共想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金正恩很厉害 很厉害 那于是大家就讲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这样子 于是就有乐观的 有悲观的两派 那么乐观就 那当然了 这是一个势头嘛 这基本上 这个南韩和解是不错 那悲观的就说 你不要太高兴 因为所有的 这个关于婚会啊 谈的内容啊 都是南韩特使团 回来这个讲的 那北韩呢 是节目 北韩还没有正式的讲 都是南韩的特使团来讲的 那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那也有人说不对 那南韩特使团能讲 当然是北韩同意的 大家一起来发布嘛 那么当然 美国这边的讲法呢 当然川普的讲法 就说这好 这非常正面的发展啊 然后美国的 这个政府的官员 他的讲法是说 北韩之所以让步呢 那是因为美国的高压 美国经济制裁之下 压力之下呢 那让北韩有所妥协 所以是搞压力 是正确的 南韩这边那些学者说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真正的 是因为北韩 现在有核子武器了 他的核子 核主能力也有了 所以他比较感叹了 他比较充满了自信 所以一种 美国的讲法是 北韩是迫于压力之下的 一种等于是求和 那么南韩的讲法是 有自信之下的 那么可以跟你谋合 那就两种不同的解释 那不管是真假 那有人讲说 事实上金正恩这个做法呢 他只是让你卸下新房 卸下各种防备 他为他自己争取 他的这个核子武器 那么更优化 争取更多的时间 他说不测试 可是他还是可以制造 那当然就 以那么怀疑派是这样讲 那么赞成的说 不是啊 这个东西起码 不管真是假的 我们让他也假戏真做 让他变成一个真的 那是要把握这个机会 那中国大陆的讲法 当然就是说 把握这个 双方都应该把握 这个难得的积极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有人觉得这是一个阴谋 有人觉得说 你不要被他唐一毒药所骗了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金正恩事务的反应 都不是大家当初所想到的 这是一个非常的意外的 一个外交的一个转折 刚刚老师你提到说 这34岁的独裁者 把一群老人玩的团团转 这一群人包括川普啊 是 而且现在如果再放到 美韩关系来讲的话 其实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美国国务院现在没什么韩国专家 最重要的是你看 那么在2月27号的时候呢 那么美国国务院有个朝鲜政策 特别代表叫尹汝尚 尹汝尚呢 他就在3月2号辞职了 他那个韩国专家 但是他的政策呢 在川普的政府里面 可能不受到重视 尹汝尚呢 他是被认为是国务院 唯一熟悉朝鲜事务的 美国官员韩裔 韩裔的美韩裔美人呢 那么他就反对 这个川普的一些政策 那后来他呢 就觉得很失望就走了 走了呢 本来还有一个韩裔美籍学者 叫车维德 车维德呢 他也本来又被川普呢 想任命回驻南韩的大使 驻南韩大使 结果车维德反对美国 对北韩的这个 有限度的攻击策略 北韩美国有个策略 叫做流鼻血 叫做流鼻血 打着你北韩流鼻血的 这种策略 那结果车维德说 你这个没有用了 他真的打的话 任何打的话 伤亡都太大 那么他也反对 美国这个威胁 说废除韩美自由贸易协定 那结果美国说 那这样子的话 我怎么派你到南韩 当这个大使呢 这又撤回了他任命 所以本来我们可以看到 起码台面上我们看到 两个很有名的 韩裔美国的学者 或者外交官员 那么一个没当成大使 一个离职了 所以变成 一下子美国对韩政策 对朝政策呢 就原来有点混乱 混乱情况下 那你在混乱情况下 加上美国跟韩国的关系呢 这又不是特别好 因为美国要跟韩国说 你重谈 韩美自由贸易协定 那么不特别好 然后呢 那么文在寅是左派的总统 文在寅在平常冬奥的时候呢 他非常兴奋 非常兴奋呢 就甚至想要让这个美国的副总统啊 彭斯啊 或者是美国的这官员呢 跟北韩去去谈 结果美国这边呢 也觉得这文在寅你太嗨了 你要走你自己路 那文在寅就想说呢 南韩的朝鲜的这个政策呢 韩国有话语权啊 好不容易其实改变 那我们我们韩国人不能像旁观者一样 站在旁边被你被你闪过 我们要希望能够引导啊 是韩国想要引导 美国想要控制 文在寅想要和平 美国想要可能想要打仗 然后川普的政策呢 又摇摆不定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美国这边的阵营呢 他拿不出一个比较 比较正确的 比较好的一致的一个做法 那所以呢 你这个天天下呢 就拱手让给金正恩在玩了嘛 所以他这个场域 他要怎么玩 他要射飞弹 他要试包 他要派平安东 他要跟你高峰会议 他笑脸迎人 他一个人决定 所以我刚才讲说 一个34岁的 80后的一个 玩了一年 包括一群老人 南韩的到美国的 全部不晓得该怎么应付他 所以这是 现在我们看到 东北亚情势 非常有趣的一面 是这样的 是看来在东北亚 这个舞台上面 这个每个人都想 有所演出啊 就看剧本最后怎么怎么了 好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在线上 为您访问的是 东吴大学政治系的 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为大家来解说 重要的国际新闻外电 首先我们关注就是目前最受 瞩目的这件事情 老师我们稍后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回过头来 再来看川普的这个 可能要跟欧洲来发生 这个贸易大战的事情 好 2018台湾灯会在嘉义 2月16号正式登场 除了请您善用免费 接补专车搭乘外 如果您是自行开车 请往灯区 再次提供给您 交通动线的指引 及停车场位置 自行开车民众 从北部来 在国道1号下水上交流道后 停放故宫南院灯区 东侧P1P2停车场 嘉义市游客行驶台18线 亦可停放P1P2停车场 南部民众 可由国道1号嘉义系统交流道 或国道3号水上系统交流道 接台82线快速道路 下祥河交流道之后 停放P5停车场 步行2分钟抵达灯区 嘉义线西部乡镇 菩子 东石 布袋等 及云林北港地区民众 可走台19线接线道168线 使用P4停车场 假日期间 开放高铁附近P7P8停车场 及祥河交流道附近P6停车场 有停车接驳服务 嘉义线北部乡镇 六角 新港 北港等民众 由加57线 加59线 经故宫北路至P3停车场后 步行至故宫南远灯区 假日若P3停车场已满 请依指示停至P4停车场后 搭乘免费接驳车至登区 以上为嘉义县政府广告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在时间早晨7点17分40秒了 我们仍然为您连线东吴大学 政治系的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为大家解说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个话题 刚刚我们在前一段的访谈里面 提到了川普 那么最近美国总统川普 宣布对进口钢铁 还有这个履财要课征关税 好 这个引起了 这个主要贸易国家的不满 而且国内掀起了一些争论 结果在昨天有个最新的一个发展 就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 科恩因为不认同川普的举动 所以决定要请辞 结果科恩请辞造成了美国股市 刚刚收盘的时候大跌 好 老师我想请教你 这贸易大战一触即发 这可怎么办是好呢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其实川普在清销下 他礼拜四可能就会正式签署了 就签署了就是说要加税 加税呢 其实就是不管是钢啊铁了 那他当然一种讲法就是 那么他就觉得国际上很多的钢啊 钢啊铝啊铁啊铁啊 对美国进行清销 清销影响到美国呢 那么钢铁业啊支铝业啊 他的很多的工作机会和机会呢 所以对我争认这个惩罚性的一个关税 关税呢 当然讲法最主要 当然是针对中国大陆啊 那是那中国大陆呢 事实上全世界大49%的钢啊 什么是中国大陆在制作的 制作呢 都卖到美国 可是中国大陆说 我都卖到美国来 事实上非常少啊 美国的进口2%才是中国来的 但是一票人说不是 因为中国的进口很多是转口 你经过别的国家这样的过来的 所以你不能说中国直接过来就2% 所以应该对普遍性的各国的进口的 进到美国来的 这样要加税 加税好 那这里面就几个问题了 一个你的加税呢 好 那你加税 那所有用到钢材啊 用到铝啊 这些产业呢 它的成本就增加了 成本增加了 那就那别的产业 可能因此就活不下去了 他们可能就会有 这工资机会就没有 所以有人就算 你这个进来的这个钢铁啊 就你加了税以后呢 钢铁业你能够保住多少工作机会 可是因为钢铁的成钢铁和铝业的这个成本增加以后呢 多少工作机会呢 又因为这样子流失了 因为很多人失业了 关门了 因为太贵了 这样子加加减减算起来 其实不划算 你为了少部分人的工作 你让大部分人没有工作 然后第二呢 美国现在要进行这个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是川普经济学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基础建设呢 那就需要钢铁啊 那你这个钢铁一涨价以后 那不是影响你基础建设这个政策吗 所以这是第二影响 第三呢 事实上美国大部分的很多钢铁的来呢 其实是从加拿大来的 加拿大啦 墨西哥啦 或者欧洲啦 或者台湾啦 南韩啦 中国这边比较少 所以加拿大也跳起来 这样跳起来 所以美国就是说好这样子 那如果你加拿大墨西哥 愿意跟我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话 那你就可以从钢铁加税这里面豁免 那美国有个官员讲说 不是对国家豁免 是对各个单一 各个企业 各个公司 那各别来谈 各别来豁免 那欧洲这边就讲说 那你就会影响到 因为像看 如果美国这边的关税一增加 那很多钢铁就进不到美国了 所以美国就到哪里去呢 到欧洲去了 那就会影响到欧洲的整个情势 欧洲一方面也要防着这个 来的这个钢铁 而且也说这也很对美国的这个 这个产业呢 进行某种包袱 那川普就说 那你如果包袱我的话 我就对欧洲的汽车进行包袱 那就大家都列出来一些产业 其实都不是特别大 但是就造成整个反全球化的 或者这样的一个氛围 好了那在美国国内 就你刚刚前面一看讲的 柯恩 柯恩是高盛出身的 他是高盛CEO出身 更有意思是他是主张这个自由贸易的 他是全球派全球化的 然后呢他是民主党 他是被 这是川普的女婿 科斯纳这一派 把他拉进来 拉进来希望让川普在这个 经济政策上 不要太走向民主主义这一派 那结果呢 那斗了以后 他都输掉了 都输掉 都输掉是另外一派呢 是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 那纳瓦罗他本身呢 他是民主主义派 就两派经济学家 他们斗 斗了以后呢 那柯恩呢 在过去呢 时而得宠 时而这个被冷落 这一气气服服很多次 那当然了 好多方面讲 柯恩就说 我希望我能做满一年了 现在他做了14个月 他就差强人意 可是问题是 他最后在最后一刻 他还觉得说 他可以说服川普 他本来在联准会主席 川普都有考虑说 我是不是让柯恩来做 是 那所以柯恩就是 你几个三万暖一样 起起伏伏 一下子被冷落 一下被中共 一下可能到什么关 那一直到这个礼拜 他发现 根本就没办法成功 没办法成功 就是那一派 这个男人的经济 就是民族主义这一派 太凶了 结果他整个斗失败了 加上他跟他一起 在柯什纳 柯什纳最近呢 也有点失事 跟那个白宫幕僚长 凯利也觉得 柯什纳 你的问题也蛮多 很多的 这个机密资料的权限 被限制了 所以柯什纳 有点就失事了 那当然 柯恩也失事了 那柯恩就说 那这样子 不如归去 那我去走吧 所以柯恩一走 那你晓得 虽然他在华尔街 不是有人喜欢他 有人不喜欢他 可是他起码证明 他是一个自由贸易的 他是一个全球化的 那他一走 他想说完了 那民族主义 这一派一赢了 没办法制衡 从此以后 美国的贸易 进行政策 就走向美国第一 民族主义的 这个民粹 这个优先 而一下子 这个华尔街 就马上就反应 然后国会的共和党里面 也觉得说 不用玩到这样 所以共和党呢 本来有些共和党的 这个领导是被 这个川普已经收服了 但是现在也跟他决裂了 这个后面的影响 包括国际贸易大战的影响 包括白宫内斗的影响 包括川普跟他共和党的 这个人们的结盟的影响 他只是为了美国其中选举 可能拉一些 保住一些人的工作 可以争取 争取这个白人民族 极端民族主义的一些选票 可这样子 算到这一个皮里面来 这个棋局里面 因为他算加加减减 算起来以后呢 我觉得川普这个是算错的 他失去的比他得到的更多 这是看到他个人的一个个性 可以看得出来 是的 各位听众我们连线 东吴大学政治系的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为大家解说 重要的新闻外电的一些讯息 我们来解读 除了川普的内阁里面的 这些重要的人士的离职之外 我们也看到意大利的大选 老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意大利大选有什么 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细项内容 意大利大选 我们说特别要看的是 为什么大家关心意大利大选 因为你看到欧洲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 包括不管是青年运动了 难民了 民粹了 什么左派的崩解 然后新纳粹的兴起 等等 欧洲所有看的问题 具体而为的都在意大利呈现 所以为什么意大利选举的结果 可能会是一个缩影 欧洲政治可能发展的缩影 拿着来注意看 那这次看起来呢 更有意思的是 五星运动的 他本来一直不认为他是政党了 不愿意叫政党 但后来发展的就是一个政党吧 五星运动的 他的这个势力起来 但是他们都没有 都没有到百分之四十 所以你选举法 必须有百分之四十的 才能够逐格吧 所以大家就开始谈判 于是五星运动的 可能叫左派的去谈 他本来说 他从来不跟人家结盟 但现在可能考虑要结盟了 那么右派的呢 就是联盟党 联盟党以前叫北方联盟 联盟党先为了争取 南部意大利的选票 把北方拿掉了 就叫联盟党 联盟党也开始 右派去结盟 那结盟他看看到底 但是这两个呢 都是比较民粹的 比较一欧的 或者是偏左的 所以这个不管谁结盟 看看他最后谈出来的结果 可能会谈很长一段 还蛮长一段时间 德国就谈了好几个 对 那不是就跟德国一样了吗 对 就谈不出来 而且更有意思 你想想的五星运动 那个党魁 他才31岁 他是一个大学中措生 也没有大学文凭的 但是如果了 如果他们真的什么三出格 然后真的变成意大利的总理 就31岁当总理 而能够操控整个意大利的政治 那这里面 当然不如年轻人 都很憧憬 很厉害 可是经验呢 那就靠谁来扶植 而他们原来走的 也就是一个比较民粹的路线 所以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所以意大利人很可惜 就是怎么选选半天 政府老是不稳定 所以2016年的时候呢 本来民主党的轮旗 当总理的时候 他说他要修宪 让中央有更多的权力 人家害怕 是不是法西斯莫说 李尼会复辟 所以修宪没有过 修宪没过 所以轮机下台 那才有现在的选举 但是还是一样 政府权力没有特别大 所以这个组合 可能一段时间 我们慢慢看 好的 也非常谢谢老师 跟我们的联系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